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国人说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 更是顺应自然的中国式生存之道 他们精心使用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获取食物的非凡智慧 无处不在 从肥沃的冲击平原 到富饶的江河湖泊 从严寒荒芜芜的高原 到高楼林立的都市 哪里有绿色的生机 哪里就有天与人的和谐 汉茜少和黄兰荣 是生活在贵州省的壮族 他们居住的夏瑶村 距离省会贵阳 有三百多公里的山路 刚刚采摘的枝条 散发着新鲜的气息 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叶片 会在即将到来的节日里 发挥神奇的作用 贵州省丛江县 栋族 苗族和壮族聚居的山区 这里的人自古以糯米为主食 在高山梯田里种植着 近百种原始的糯道 散落的村寨像一个个孤岛 深藏在大山深处 潘岩少和黄兰荣会说普通话 受过中学教育 但从未离开过丛江前 这是一种枫树的叶子 来自附近的山上 自然的馈赠 包含着丰富的可能性 当地人总是能够善加利用 十月是糯道成熟的季节 壮族聚居的夏瑶村 正在迎接一个 专为稻谷丰收设置的节日 新米节 口感上 水稻常被区分为糯与非糯凉类 年性特别强地统称为糯道 含量丰富的汁炼淀粉 使它蒸煮后极具粘性和韧性 现在潘岩少和黄兰荣 要把树叶放进废水中煮上一番 略加蒸煮 树叶就会溶解出黄绿色的溶液 成为糯米的天然染色剂 浸泡后的糯米再加以蒸煮 变成了黑色 现在他们用另一种植物将糯米染成黄色 用植物给食物上色是一种古老的智慧 它既满足了一个封闭而艰苦的民族对色彩的渴望 又在客观上保护了食物天然的品质 这种米饭油脂丰富 结实耐饿 被当地人看作最值得依赖的食物 离夏瑶村不远的家车村也种植糯稻 这是一个苗族村寨 王小整今年58岁 像他这个年龄的人在当地被称为糯娃 这意味着他们是吃糯稻饭长大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提高稻穀产量 政府曾经推广过一种高产的仙稻 后来的年轻一代就是吃这种仙稻长大的 但在王小整看来 只有吃糯稻身上的鸡肉才是结实的 山上的梯田不是以机械化的收割 他们依然沿用着传统的摘荷刀 和平原地区相比 在陡峭平脊的大山里种水稻 需要更多的智慧 顺应着山势 王小整的祖先们完全靠着双手 创造了这一切 上古诺道曾是长江流域吴越民族的主石 前汉时期 北方族群向南方扩张 同时也将诺道引入在这片区域 但诺道并不是唯一的收获 水田里还藏着其他的秘密 一千年前 王小整的祖先们就发现 水稻田里可以同时养鲤鱼和鸭子 鱼和鸭可以帮助诺道清除虫害 而他们的粪便又能给稻荷提供充足的养分 至今这里的土壤几乎没有使用过农药和化肥 诺道品质卓越 但单产仅有水稻的一半 在中国的栽培面积不足水稻总面积的5% 但大山里的人们仍然拨洒着祖传的种子 与诺道相互依存 这些古老的诺道品种 包含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在今天以及未来的餐桌上将愈加珍贵 如今在王小整的村寨里 一些年轻人已经脱离种植诺道的生活 定居在城市 伴随着诺道种植圈的不断萎缩 传统农耕所维系的集体生活方式 也日渐隐退 新米节的主食准备好了 潘岩少和黄岸中开始制作主菜 腌鱼 贵州从江中年潮湿 为了避免腐败军大量滋生 大部分的鱼都要腌制保存 当地人相信辛辣可以帮助他们排除体内的潮湿 木浆子独特的味道和山内发酵出来的酸 成就了从江壮主独一无二的酸汤鱼 乡村的盛宴就要开场了 夏瑶村的围酒十分有名 取用当地的一种香糯酿制 今天的这堂围酒是潘岩少酿的 已经较藏了七年 体现群体协作和分享的长街宴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在受到世界的关注 大山里的民族在贫瘠的山地 创造了美味的食物 这得益于他们面对高山的智慧 但要想在汪洋大海里有所耕耘和收获 却需要具备另外一些超乎寻常的技能 王德峰是一名新入行的潜水员 他的师父王书辉虽然也同样年轻 但已有十五年的潜水经验 现在是夏季 但这身庄属仍然不足以抵御水下的寒冷 今天是王德峰职业生涯的第一天 王书会将引领他完成这次不寻常的旅程 他们的工作是寻找一种珍贵的海洋生物 这只海参正在静静地沉睡着 但他的夏季休眠计划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张子岛黄海北部一个不足十五平方公里的岛屿 却因为海域里的物产富甲一方 闭波之下生存着一个兴旺的群体 被中国人视为海中珍品的海参 鲍鱼 海胆等无奇追动占据了其中的多数 纯净的水体和活跃的洋流 造就了他们非凡的品质 这是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 但德峰却无暇顾忌 三十米的水深对一个初来炸道者会有很多不适 海参的家族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六亿年 但迄今为止 除了西班牙人之外 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善于烹饪海参 这个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 但书辉师徒采捕的海参并非此地的土著居民 三年前 数以亿计人工培育的海参幼苗 被播撒在这片水域 它们和野生同类的成长轨迹完全相同 以相同方式进行海底播种的 还有鲍鱼 扇贝 海胆等数种海征品 今天 张自岛两千平方公里的海域 已经成为中国甚至是亚洲最大的海洋牧场 这是人类和大自然的携手合作 以最小的生态代价实现了耕海目的的理想 海产品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它为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提供了主要的蛋白质 海参在中餐里的代表莫过于卤菜的当家菜 葱烧海参 山东特产的优质大葱 是这道菜最重要的辅料 富含蛋白质的海参 炖煮后变成胶状 柔顺香滑 并带有浓郁的葱香 而鲍鱼是当今中国另一种高端海味 它的发迹使要大大碗于海参 算是酒席上的新贵 海产品丰厚的利润 推动着今天的传海者 每天清晨都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彩谱船被安排在不同的作业区 这片海域洋流异常活跃 流速大时候吓到底了 那真是飞啥走失 人都会流走 流速都顶不动 然而环境越恶劣 回报也越丰厚 在水流湍积海藻丛生的岩礁上 栖息着最鲜的海味 鲍鱼 鲍鱼喜欢藏身与礁石缝隙 这并不是财谱的好位置 鲍鱼是攀岩高手 它们宽大的肉足 吸附力高达两百公斤 即使在狂暴的海浪中 也能紧贴着岩石 这是财谱异常困难 看见这个鲍鱼 觉得够给个人 就紧贴着岩石那边 一下就把它扣下了 几乎就不能扣第二下了 书徽师徒在潮涌中劳作 而岸边已经迫不及待地 展示着它们的收获 有一种海珍品并不在其中 因为属于它的季节才刚刚到来 四十五岁的王后喜 正在准备职业生涯中的 最后一次入睡 它是一名重浅员 牵块头盔以及铁头鞋 夹起来超过五十公斤的负重 让它能够深入到水下四十米 海胆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生物 但它被列入中国人的食谱 仅仅只有三十年 这与日本料理在中国的流行有关 海胆最原始 最受欢迎的方法是生食 这源于它坚硬刺壳中的海胆黄 这种美味只在每年的六到八月份 才会出现 完成这次财补 王后喜将告别这个职业 在中国重浅作业的退休年龄 是四十五岁 这是属于德峰的舞台 任务繁重 一天之中连续六个小时内 德峰和书归要上下往返数次 停的上下 最高的记录是 就是说一天的泰博海底 那个扇灭五六千斤 三大连京的大盒店去看他们吃那个暴雨 扇灭什么开身 都感觉有一种自豪感 这都是我们签训园的海底 一个个捡的 此时 书归师徒已经精疲力尽 这是德峰作为潜水员的第一次收获 一些没有发育好的扇贝 抛回大海继续生长 收获茫茫水域里的物产并非易事 张子岛人入海探饱 而太湖边的人 却更善于静候坐享其成的时机 十月 西北风来临的月圆之日 河瀟小泰悄然爬出水面 出发的日子到了 回到海水繁衍的古老本能 驱使着小泰和其他同伴 离开江湖 寻找返回大海的道路 小泰生活在浙江湖州 一片四十亩的养殖核糖 七个月前 他和两万多名同伴来到这里时 只有纽扣般大小 如今他们已经高肥体壮了 几天前 小泰经历了生命中第十九次退壳 这是他最重要 也是最后一次退壳 这标志着他终于成为一只真正的大闸蟹 在中国 蟹作为食物已经有四千年了 深谙烹饪之道的中国人在吃蟹上 从上朴素的方式 清蒸 这是食蟹而不失原味的最佳方法 被中国人推为天下至鲜的美味 就在壳中 但除非有足够的技巧和耐心 今天的人们很难做到物尽其用 一直以来 蟹都是中国餐桌上极有地位的美食 但与过去时光相比 今天的人极少能够吃到野生河蟹了 河蟹 学名中华戎鳕蟹 繁衍期 他们成群结队从七夕的枝流和湖泊 掀移到长江口 因为生态环境的改变 今天野生中华戎鳕蟹已经十分罕见 小泰是人工繁衣的一代 河塘里的水全部引自太湖 小泰的食物是湖里的水草和小鱼虾 与吃饲料的同类相比 它拥有更长的生长期和更健壮的体魄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河塘 小泰和同伴之间却有着 迥然不同的身价 这取决于他们的体重 市场上一只100克的大闸蟹 通常能卖到25元 而一只350克的大闸蟹 价格却可以高出20倍 小泰没有让主人失望 它的体重超过了350克 因为传统的蟹剂只有两个月 价值价格昂贵 和蟹的美味只能为少数中国人享受 这种遗憾催生了一道菜的诞生 它们是普通的食材 和螃蟹没有丝毫联系 现在烹饪大师要开始它的魔术了 并不复杂的组合 结果却令人意想不到 与蟹十分类似的味道 在中国 用低连易得的食材 所进行的味觉转化 是一个充满趣味的烹饪主题 这道菜有一个骄傲的名字 赛螃蟹 今天的中国 大达蟹已经成为利益最高的 养殖项目之一 自然江河里 一亩水面大约生活着 100只野生河蟹 但在同样面积的养殖水域 则至少是600只 对于小泰和同伴们 这意味着食物短缺和养气不足 养蟹人需要请一位帮手 从太湖里捞上来的水草 投放在养殖的水域 水草是净化水质的高手 同时又是河系理想的食物 河蟹的产地 人们在利用这一食材上 迸发出更多的创造力 流传百年的 静江蟹黄汤包 是其中的经典 复杂烤灸的用料 以蟹黄和蟹肉为主 遵循古质汤包的褶皱 多达32个 蒸汤的热力将食材的精华 融入汤中 包裹着滚烫汁水的面皮 其薄乳质 韧度惊人 面皮的秘密 掌握在制作者的手中 这种中国式的绝活 不仅考验着厨师 也挑战着食客 消费大闸蟹的人群 集中在城市 上海是其中最大的一张胃口 这和地狱有关 上海坐落在长江入海口 这里曾经是野生河蟹 繁衍生息的起点 大闸蟹一向不是普通的消费 但对于这项开支 精打细算的上海人 却从来没有犹豫过 上海人所代表的江南食客 是中国最挑剔的建厂家 他们自觉遵循着螃蟹的实力 即农历九月 母蟹最美 十月公蟹最肥 上海往北五十公里 是大闸蟹的故乡 除名岛 古老的地质运动 塑造了世界上最大的 河口冲击岛 同时其发育而成的是 一片肥沃的冲击平原 长江三角洲 复数的鱼米之乡 已有千年历史 今天 这里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 这样的城市化进程中 地处长三角北端的江苏新化水乡 仿佛一片被时光遗忘的土地 盛夏的正午 夏俊台和王元凤把船划进了湖荡 给一种适水的高大蔬菜进行浇灌 他们脚下这块样貌独一无二的土地 叫堕田 长江中下游平原 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要利用有限的土地提供足够的食物 需要非凡的想象力 堕田就是新化人富有诗意的创造 一千多年前 这里是低洼的沼泽荒滩 为了防烙 人们将淤泥堆叠成高出水面的陆地 洪水流下的沼泽湖泥 成就了堕田 各种葱龙的蔬菜中 身形魁梧的芋头是绝对的多数 四面环水的堕田 恰好能够满足这个物种最大的嗜好 喝水 但浇水却是个苦差事 老夏落脚的地方十分有限 更何况对面是一人多高的芋头哽咽 护水瓢是舵田人自创的农具 长长的竹竿运用得力 可以将瓢中的水破得又高又远 每天老夏要给芋头浇四次水 每次浇够一个小时 才能保证芋头的蓄水量 老夏今年四十九岁 两个儿子都在城市工作 妻子是他唯一的帮手 芋头生长的旺季 老夏夫妇一整天都要在堕田忙碌 他们的午餐就在田头 湖里都是野生鱼 捞起来用湖水煮煮 就是一顿美味的野餐 夏季里 芋头地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施肥 肥料同样就地取材 糊泥夹杂的水草 就是最好的有机肥 像呵护孩子一样 老夏夫妇精心照顾着他们的芋头 秋天 土地深处的酝酿 终于成熟 这个月很大的 十八药十八斤 芋头用来食用的部分 就是这庞大的囚精 芋头营养丰富 并且极耐储存 两千年来在长江流域里南的地区广泛种植 表皮光滑的龙香玉 敦实可爱 它们是夏俊台的骄傲 芥田的龙香玉有着大家闺秀的气质 新话人相信 这源于芥田独有的水土 在古代 粮食封签起伏不定 结实耐恶的芋头是重要的辅助粮食 芋头收获的季节 湖里的河蟹也肥了 在淮阳菜的食丹里 至今保留的香土气息浓厚的蟹黄汪豆腐 蟹黄入锅后油香四溢 清淡的豆腐和芋头 因为融合了蟹油也变得油汪汪的 汪豆腐有此得名 但对老夏来说 他更喜欢芋头红烧肉 芋头与肉一起混熟 肉变得香而不油 芋头则吸饱了肉汁 在新化逢年过节的餐桌上 总少不了芋头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祖居新化农村的夏俊台 可能是家族中最后一位 从事农作的人 但这并不影响他 安然享受这里的一切 天然的堕田 以及他和妻子的家 顺着既有的水土 新化人对应出了堕田 及其丰厚的回报 这种顺应是水乡人的智慧 但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高原 能够迎来一种作物的成熟 就是一年中最值得庆祝的事了 八月的清晨 高原的空气还透着阵阵寒意 桑吉起得很早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家人还在熟睡 桑吉是家里最能干的女人 两天后 正在翻动的清科古力 将变成甘甜的美酒 新的一天在期待中开始 青藏高原 世界的乌籍 雅鲁藏武将从雪山冰封间流出 奔向藏南的谷底 开辟了西藏最富庶的农业区 日喀族 这里的藏族世代种植清科 并以此为主食 凭借着清科带来的营养和能量 它们在人际罕至的高原 顽强地生存下来 锅里的水已经被清科充分吸收 接下来是一道重要工序 清科过热会使酿出的酒变苦 对于温度 桑吉总是把握得恰到好处 村外人们种植的清科就要成熟了 清科是世界上 β蒲聚糖含量最高的麦类作物 超强的耐寒性 使它能够立足于荒凉的高原 在低气压的高原 彻底煮熟一样东西是不可能的 人们必须先将清科炒熟 再进行加工 粘巴是清科作为主食的最终形式 清科粉 酥油茶 大块的酥油以及奶渣 是粘巴的最佳搭配 富含热量的食物组合 源于高原生活的特殊需求 在寒冷的极地 人们需要借助饮食来补充生命的能量 每一岁清科的成长都意味重大 旺果节在清科成熟前举行 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 转地头是旺果节不可或缺的仪式 每家都选出了重要的成员参加 桑吉也在其中 世代流传的古老仪式 在日喀泽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这是人们对自然的恩赐 表达敬畏和感恩的重要时刻 祭台上铺满清科粉的手印 被赋予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人们相信祈祷的生命 可以直达天余 万果节的欢庆持续一周 每家都支起了五彩的帐篷 海外 在豬皮迪晚餐 丧吉的亲cektab酒终于酿好了 桑吉酿的青柯酒甘甜清烈 赢得了赞许 藏地的饮食 正如高原上的一切 朴素自然 这种纯朴 在千里之外的大都市 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食材仍不失天然 但搭配更为丰富 并融入了多样的烹饪手法 对许多内地人来说 高原的一切 神秘又令人向往 忙碌的秋收开始了 高寒的气候 使青柯的成熟 比中原地带的其他麦类 要迟两个多月 收获正值西藏的雨季 无论谁家的青柯熟了 邻居们都来帮助 以便在晴朗的日子里 尽快完成收割和晾晒 混扎好的青柯 整齐地散放在高原的土地上 背后是白雪矮矮的喜马拉雅山 这些离天最近的劳作者 恐怕很难想象 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 人们怎样来感知自然的气息 张桂春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在这个春季的早上 他并没有像其他的邻居那样 去遛鸟或者打太极拳 老北京人的种种爱好 被屋顶上的一样事物取代 五个月后 贵春菠萨的种子 将为他所在的城市 创造一个不小的空中奇迹 北京 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 两千多万人口在此生息 八百年间 它成为数个王朝的都城 今天这里是繁华的国际化都市 林立的高楼围绕着古老的紫禁城 也围绕着不同气质的老街小巷 住在胡同的贵春 有一个不平凡的理想 拥有一片自己的菜园 这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两千万人口的城市 还在不断涌入新的人群 土地已经成为最贵的资源 于是贵春把他的理想搬上了屋顶 种子在地下静静地沉睡着 屋顶上的鱼池 还留有去年冬天的残冰 夏天一到 贵春的屋顶完全换了戎装 一共是拉了三卡车土 一捅一捅地抱上来的这土 因为是楼顶嘛 很多人都劝我 说这楼顶中炭 你就这么加土 不接着地气 能种出来 不可能 我就不信 我就反出事业 因为我本身就是学中药种植的嘛 找那几位比较温和的中药 调配到这个农家肥里边 没想到出提出提的好 我自己都特别惊讶 什么都长这么大 一年最大的瓜是39斤半 当都市中的人们涌向菜场 将远道而来的蔬菜带回家 贵春却可以像个自在的农夫 就地取材自给自足 贵春种的西红柿酸甜清新 正是令人怀念的几十年前的老味道 把菜园搬上屋顶的贵春 对于怎么吃 同样有自己的想法 含苞带放的窝窝花 在它的创意下也成了美食 外面没卖的 这是一道自创产 温油里边给它慢慢地炸 慢慢地炸 慢慢给它翻动着 让它给它炸匀 你就看这窝窝花 自己慢慢变成焦黄色 特别好看 放上椒盐 然后一吃可香可香 把它舀里面 尽管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 但让人最放心的是 食材的新鲜和健康 都市里成片的屋顶裸露着 而贵春的屋顶上 却生机勃勃 不然你在这里待着 多闷了 吃点都行 到吃饭就回来 听听了没 这里是一片理想的栖息地 屋顶菜园 从建设它的第一天 贵春就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盛夏的正午烈日炎炎 15厘米厚的土壤 存不住任何水分 咨询了好多人 没有一个人同意说 在中午能浇水的 眼看植物窖被晒死 贵春决定大胆一试 我慢慢浇它 培养它 温度提高的情况下 让它适应这个水分 它每颗都不测 适应它半个月吧 然后就大面移地浇它 它就完全适应 好 优优独播剧场——YK 夏季 都市被热岛效应所包围 闷热烦躁 而贵春的屋顶菜园却是一片清凉世界 不足一百平方米的绿色屋顶 用它的每一个叶片净化着都市的空气 它们是贵春送给这个城市的礼物 今天立秋 贵春邀请邻居们吃饺子 饺子馅儿就是贵春菜园里收获的大饺瓜 每天长点 每天长点就长这么大 给它看大了特有一种成就感 俩盘似的 二十斤左右吧 这要是在市场上买的 没有 历秋节气 天气开始转凉 中国的北方人讲究吃饺子 这个习俗在北京叫做贴秋标 荤素搭配的饺子在老百姓看来 是补充能量的理想食物 我给大家喝喝两顿行不行啊 加油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朝霞铺满了半边天 从公路上走来了人两个 一个老和一个青年啊 好 好 头一次吃点瓜酱 对吧 真的 好吃吧 这是您好吃的啊 是 每天夜幕降临 北京数以千计的餐馆 流连着各色食客 这里汇聚了来自中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食材 而贵春和他的邻居们 也享受着属于自己的 属于自然的美食 站好了 冲着我 听着 出去玩的时候不许跑得特别远啊 碰见那些大鸟躲它们远点啊 下雨时回来啊 在不同的地域 中国人用各自的智慧 巧妙地从自然界获取美味 这一切 来自他们对上天的敬仰 和对土地的眷恋 一位作家这样描述 中国人淳朴的生命观 无论埋头种田 还是低头吃饭 他们总不会忘记 抬头看一看天 她们也会带来 好多细口 请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